看看今天天呐 挖蓝挖蓝的 看看这云 白白的云 我家这是四周环山的 前面那个山呢 就是过一阵的话 长的节菜 四叶菜啥的 比较多 然后再坐这边看看这个山 这个山呢 就是我们亨龙江鸡西 有名的一道风景县 杏花山 我记得时候才两天啊 杏花开的时候 然后来观花的人呢 是人山人海的 这两天啊 来登山的人也是络绎不绝的 但是杏花现在落了啊 山上渐渐都开始放育了 马上过两天就开始接这个山影信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亨龙江鸡西的天啊 是非常的晴朗啊 风和日丽的啊 然后我妈和我爸今天准备干点大事 看我身后的这个木头的那个小板杖的啊 陪伴了我们家啊 二十 得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了 然后今天呢 准备光热下岗了 我妈和我爸现在准备开始工作了啊 把这个木头小板杖的 然后都给拆掉 今天呢 准备把这个木头板杖的呢 换成那种绿皮靶的 然后接下来啊 咱们带你们大家看一看啊 看看这木头的小板杖的 这经过风吹日晒的啊 时间一长了 有点烂了 对吧 嗯 但是这个木头小板杖的 就是 别看了哈 就是颜色 然后被这个雨给浇的啊 有点发挥颜色了 但是我们现在一看的还是比较这个 这个有年代感的 非常的有感情啊 拿着拿着 到时候挖坑 你看这边呢 木头都走着了哈 实在是停不了了 这褬子都不像样的 这村天风大 风稍微大一点的话 这个木头小板杖呢 就给吹到了 看看 这个就是我家房后的这个小菜园 用这种绿的这个铁皮碗啊 然后给圈上了 这个哈 它还通透 然后显得呢还不闷 底下就是我爸把这个底下打了一个 水泥柱 然后这不有这铁罐吗 他这是一片一片的 这个后边这个铁皮碗啊 也已经都按好多年了 然后我爸一看这个后边这个用的也挺好 挺结实的 所以说前面这个小板杖呢 准备也给他换这种 看看这边木头 烂那种不像样子 我怕他不是炸菜吗 这旁边还种了点小菜 这要拆的时候还挺费劲呢 这个木头板的底啊 层层加固的 这钉的钉的简直太多了 隔一段距离有一个这个铁 小铁管 然后把这个木头板呢 给它绑在上面 这样的话能牢固一点 看到这边这帮的 左一块右一块的 这是真是缝缝缝缝缝 什么的 左三年右三年 缝缝缝缝缝缝缝又三年 看看 这要不绑的话 这个帐门的话 滑到好几次了 看看啊 我身后的这一盘 这个木头小大栏呢 这没用一会儿工作全都拆完了 这木头啊 经过这个时间一长的话 风吹日晒的 都有点风化了 但是这几个小铁管 看不看见 这个就是今天的大工程了啊 这个木头大栏呢 虽然说是非常的好拆 但是这几个小铁管啊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了 原来安那个小铁管的时候呢 它那个底座啊 打的是那种水泥沙浆 然后把这铁管插到里边的 这样的话起到牢固的这个作用呢 老结实了 你看安的时候好安的 现在的话想往下哪 挺费劲啊 1米6的 1米6的 不是 必须得用那个这个绿的这个柱子 是不是啊 对啊 那铁管的给他拿下来啊 对啊 那可以点费点接着 对啊 挺高的 就是啊 不是 这么办啊 拿了这个班的 然后拧着也是扭下来了 拔的哥们拿不进去 拧不进去 拧不进去啊 这我妈你看这手里拿啥玩 这假的 给你找个这个科技很活 哈哈哈 找个这玩 你说这是管啥对吧 笑死了 他说这玩 这玩他说是去秀的 咱也不知道到底是去啥的 你这班的哥们区啊 这个螺丝不就扭下来了 这个再给他拿下来啊 完了才能扭那小螺丝 看看啊 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啊 身后的这个山呢 就是我们村的杏花山啊 和我家啊 只是一道之隔呀 非常的近 啊 今天天非常的好 来登山的人呢 也是络绎不绝的 啊 看看我身后 这个就是我家小后园的 这个小大栏 啊 这种呢 现在在我们村里边哈 要用这种铁翼的大栏的呢 非常的多 它既节省空间呢 而且也非常的省钱 大家感觉这种大栏的话 怎么样呢 然后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的 评论一下啊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的呢 记得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